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五十一届会议上 巴基斯坦代表近七十个国家做共同发言 指出 新疆香港西藏事务是中国内政 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双重标准 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 主张各方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尊重各国人民根据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 强调 国际社会应坚持多边主义 加强团结协作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促进和保护人权 二十多个国家以单独发言等方式支持中国 近年来 近百个国家连续在人权理事会发出正义的声音 以不同方式表达 对中国正当立场的理解和支持 少数西方国家借所谓人权问题攻击抹黑中国的图谋已在破产 这清楚表明了人心向北 少数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大搞双重标准和政治操弄 借人权问题公然干涉别国内政 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对此早已看得清清楚楚 事实上 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自身存在严重人权问题 包括枪支暴力侵犯生命权 抗疫不利侵犯健康权 贩孕人口从事强迫劳动侵犯劳工权 骨肉分离政策侵犯移民人权 系统性种族歧视侵犯亚洲裔 非洲裔 穆斯林等少数群体人权 延续至今的种族灭绝政策侵犯土处人人权 海军外事行动和非法单边制裁侵犯他国人权等等 我们奉劝这些国家不要再以人权教师也自举 不要再搞双重标准 政治操弄 把该还的血债还清 把该部的功课补上 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 无论少数西方国家如何表演都阻挡不了中国人民发展进步的坚定步伐 注定以失败告终